最近的目的挑递了中国发展的这个数 小说点儿给我们瞎挪 还有一个动向 那就是经济学家吴敬连在2012年的一篇旧文 被今天的人顶到风口浪尖上 到处都在传 说中国经济现在怎么着怎么着怎么着 你说一个90多岁的老经济学家 在12年前接受记者 还不是文章 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随口说的话 被拿到那2023年的中国社会来 哇 好多自媒体都在转 网上铺天盖地 那个文章概括起来是一句话 中国又扛不住了不行了 到临界点了 与此同时 全世界所有的反贼 所有的敌视中国的势力 他们都在蠢蠢欲动 把中国说得如何如何不堪 中国经济当然有问题 哪能没问题 关关难过 关关过 中国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 从来如此 1949年以来也是如此 咱们说点具体事 你比方说 你说中国经济不行了 眼看就不行了 可是毛主席说 风景这边独好 用之于中国今天的经济 我看横着笔 竖着笔 也不算过分吧 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电子 中国高铁怎么样 中国基建 中国电力 中国汽车 新能源车 怎么样 比亚迪 怎么样 零跑 华为跟查安合作 怎么样 中国航天 怎么样 再问中国军工 怎么样 再问中国第四代核电站 怎么样 再问中国船舶 怎么样 再问中国信息 人工智能 这些行业都还可以吧 哪个行业不好 哪一个行业没有取得 世人瞩目的进步和成就 有人说你出口不行了呀 我自己跟自己比不如以前了 但是我现在 我这出口在全世界排第几 No.1 仍然世界第一 而且现在是增加态势 还是减少态势 增加态势 而且我过去出口 袜子 衬衫 包包 打火机 牛仔裤 我是出产这些东西 现在结构早都变了 所以这次 冯德安到中国来 马逊到中国来 说过去你们出口那东西 我们喜欢 对我们很好 现在你们出口的东西是 我们的优势变成了你们的优势 所以我们不喜欢 所以我们要去风险化 中国出口 同样的出口量 因为我们结构调整了 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好事 是大事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东盟的关系 中亚的关系 中东的关系 拉米的关系 非洲 欧洲的关系 法国经贸关系 发展怎么样 应该说相当迅速吧 而且别忘了 相当程度上实现了人民币的支付 毛主席说 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 要看到成绩 这我说的就是成绩里面 我不是说说了这个 就是说我们没有困难 没问题了 要看到成绩 要看到光明 要提高我们的勇气 中美贸易战从特朗普 其实是从奥巴马 后半期就开始了 亚太再平衡就给我们收紧 僵射 围剿中国 特朗普上了之后 那王八全呼伦 那时候贸易战 好多人都说 只要特朗普这么一告 我们就完了 中美贸易战是不是后来美国人自己发现澳洲原住民扔那个东西叫飞来飞去 so 扔这个之后回来了 贸易战你加税加税加的结果是美国老百姓每家每户都要承受这负担 中美贸易战我们当然希望不打 但是打的结果我们奉陪了 几年过去了 特朗普一个任期结束了 拜登现在又面临着第二个任期大选马上就来了 中国扛住了 我们任性不错吧 美国科技战围堵中国围堵最厉害就是华为这家企业 你中国的民办高科技企业 华为不是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来的时候 我们华为Mate60 Pro就发售了嘛 美国奇迹败坏了嘛 至于外交战舆论战思想文化战线 在所有的领域当中 美国人希望能够摁倒中国 但是中国很顽强 中国在经济方面展现了足够的火力 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 如果说中国说第二的话 没有人敢说第一 美国加日本加欧洲 你们的总和跟中国工业生产能力大体相当 所以在这个时候 那些畅衰中国的人 我觉得你指出中国的问题 咱们也天天吃饭的时候 饭床不谈中国的问题吗 就业压力问题啊 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啊 等等等等 民营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说什么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很严重啊 房地产过去拉动国民经济 百分之二十多 上下游加起来 差不多百分之四十多 过去好多企业神气火线 招了很多人干嘛 搞P2P 满大街都问你贷款不贷款 现在全瞎了吧 这是我们的政策一个失误 个别人应当负责任的 现在我们就没看到有人出来负责任 那你当然现在转型期 经济发展就受到一些影响了 可是既然是转型期嘛 那这个日子 咱还得过呀 我们承认问题的存在 我们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而不是在那喊不行了 不行了 大家都唱不行了 你把吴敬连先生在2012年的 回答记者的那么一个谈话 拿过来说 中国今天经济就不行了 你这不是建设性的态度 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把中国经济说得一团漆黑 注意啊 如果只说中国经济一团漆黑 那这个人算很善心的啊 对于那些反贼来说 如果只是把中国经济说得一团漆黑 那还是比较温和的 在这个时候有人主张 对美国霸权开放金融开放市场 就是说要让西方霸权主义 在中国呢 他们的霸凌得到肆意的释放 更滋润赚更多的钱 西方人在中国赚钱好不好 好呀 但是那是要以我们互合互利为前提的 你说因为中国今天经济的一个坎 所以我们就要出让我们的根本利益 让你赚更多的钱 让我现在呢 现在赚一点点钱 将来呢 将来就因为这一小点的所谓利益 让我们根本利益受损 那当然我们不会做呀 简而言之 现在国内外有那么一股潮流畅衰中国 黑中国经济 吴静连先生很久没见他发什么文章了 你把他十多年前发的一篇谈话记 拿过来说今天中国经济不行了 我怀疑后边有一只手在推动 我怀疑有些人他确实想看到中国经济不行了 你这个心思不太对头啊 因为你的这种期盼不符合14亿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 所以你这种东西从历史大师看来 是一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东西 我是中国国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感谢收看再见